最新的剧情一出来,观众们炸开了锅 万万没想到,平时嬉皮笑脸,在谁面前都和和气气的李云飞,竟然是生门大饭店的幕后大老板 这谁能想到?生门大饭店,什么地方,不管你是谁,李云飞一家独大,谁都要给点面子 杨森什么级别,那可是他的顶头上司 然而,这些李云飞根本就不放在眼里 就连贺副主任,他都能找来替苏南解围,杨森身边的人,竟然也有李云飞的暗装 平时低调的李云飞,也是锦州呼风唤雨的大人物 别说灵溪知道之后,一脸惊恶,电视机前的我也是一脸茫然 想不到在李汝河面前唯唯诺诺的李云飞,周英群最看不上的李云飞,竟然是幕后的大佬 看到这里,有观众说,编句有点开挂的意思 其实,如果大家仔细观察李云飞的人设的话,他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是偶然也是必然 在我看来,他有三个优点,就连能力过硬的周英群也是望尘莫及 一,运气好,眼光好 在前夜前期剧情中,李云飞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小角色 在上一个篇章中,他可以说一直都是灵溪的跟班 老大让他干嘛,他就干嘛 而且,很多时候,似乎还有点拖后腿 除了跟着灵溪打天下,就是谈恋爱了 就连自己谈恋爱,搞来的票,都是灵溪帮忙弄的 用李云飞的话说,其实他没什么大志向 他也不想当老大,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赚钱 在他看来,只要有了钱,啥都能干 然而他喜欢的贺小院也不是一般人 虽然当时家境已经没落,还在为几张船票发愁 但是人家还是有点家底和关系的 他的老丈人在海外,可以给他提供一些海外消息 他利用这层关系,就把情报生意给做了起来 从找到好老婆,慧眼识人开始 李云飞的人生就像开了挂一样 一次又一次暗中超车,成为了隐藏的大佬 将周英群给甩在了后面,跟大哥灵溪也有一天 不得不说,李云飞的运气是真好 二,眼光好 前夜中,灵溪、李云飞、周英群三兄弟 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目的 他们所走的路,都是自己选的 灵溪成为了我方特工,信仰坚定 潜伏在敌人内部,一路靠着自己的头脑 混得风生水起,成了特派员 成了我方重点特工战士 李云飞则选择了金钱之路 不管干啥,唯一的目的就是搞钱 小钱也挣,大钱也努力争取 而且他不仅能挣,还会花钱 笼络了一大批人,什么消息都有 将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用他的话说,他一心为了生活 总不至于还管他过生活吧 至于周英群,则选择了当一名国民党特工 脑袋里一心想着立功 凭着自己的本事和忠心 他认为自己总会有出头的那一天 目前被打压,只不过是时机没到而已 然而他却不知道,国民党不仅仅失了民心 且内部已经堕落,早已经腐朽不堪 他就算是在努力,也是徒劳 一条不归路,就算你在怎么努力奔跑,也是错的 灵溪坚定信仰,眼前的路光明无比 而李云飞虽然没有立场 但是他眼光好 他知道判断时局 他两边谁也不得罪,只为赚钱 他明明早就知道灵溪的身份 也对苏南和何天明了如指掌 但一直保守秘密 这一点是他跟周英群的根本不同 周英群还执迷不悟 而李云飞早已经看破一切 从他把胶卷交给灵溪就能看出一案 他之所以如此支持灵溪 除了兄弟情义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为自己留后路 毕竟,未来的事情谁知道呢 而周英群,从剧集开始之初 就比灵溪和李云飞起点要高 按说,他应该要比灵溪和李云飞混得更好才行 如今混到这个地步,只能说是他自己的问题 周英群表面很聪明 但实际却根本看不清本质 他的聪明,也只是小聪明,没有大觉观 三,蒋溪起,人缘好 除了会战队,懂识人,眼光好之外 李云飞还有一个周英群没有的优点 那就是蒋溪起 因为蒋溪起,李云飞人缘好 做生意就天然有优势 大家都信得过他,自然愿意跟他交易 他到锦州没多长时间 就能跟李汝和混到一起 而且还有贺副主任这个帮手 就说明了这一点 而且因为他蒋溪起有原则 也是他能把生门大饭店这个生意做起来的重要原因 要知道他做生意的对象都是狠角色 要是没有原则 他这生意早就做不下去了 因为蒋溪起 他跟周英群也就有了本质的不同 他对灵溪那是没得说 就算是知道了灵溪的真实身份 也没有声张 不贪功 一切为了兄弟 而周英群就不同 表面上看三个人是兄弟 但从他的表现来看 似乎根本就没把林云飞和灵溪当兄弟 处处扎灵溪不说 李云飞天天帮助他 他还是没有一点好脸色 周英群对李云飞尚且如此 那对待其他人 不用想 就知道是什么态度 周英群这种性格 这种形式风格 又怎么会混得好呢 运气好 眼光好 有大局观 而且还重情义 李云飞的这三大优点 周英群望尘莫及 最新的剧情中 为了保护江伟 还有苏南 灵溪把胶卷的事情 全部揽到了自己身上 这个时候 周英群为了立功 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还拿贺小院威胁李云飞 这种龌龊事也干 可以这么说 周英群已经彻底撕破了脸 他跟李云飞还有灵溪的关系 再也回不去了 当然 这也预示了周英群的结局 最新的预告中 锦州的剧情告一段落 转换到上海剧情 灵溪 周英群 李云飞 再度在上海相聚 这一回 他们三兄弟 必定要奋出个胜负出来 到底是灵溪笑到最后 还是周英群走向末路 大家拭目以待